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16日凌晨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L13运载火箭发射 将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即将开启六个月太空之行的他们 出差第一天有什么安排 当天 中心设计者来到北京航天城与他们远程通话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空间站任务副指挥杨彦波介绍 从发射到进入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航天员需要连续工作十余个小时 几乎没有时间睡觉 在航天员就是在入轨之后呢 在远程这个导引阶段 三圈的这个过程中呢 大概有一个一到两个小时不到这样一个时间的短暂的这个休息 但在这个期间呢 也是龙患 龙患着休息 几个航天员呢 还要龙直来对这个飞船的状态呢 进行监视 杨彦波告诉记者 飞船发射不久后 航天员就要投入工作状态 配合神舟13号飞船与天河核心舱的交汇对接 在历时约6点5小时后 当天早上6点56分 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了交汇对接 在这个对接过程中呢 我们也是与航天员要密切配合 也要做好这种异常情况下转入这种手动 交汇对接的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在对接过程中呢 我们也是指挥航天员 发送了控制手控交汇对接相关设备家电 做好这种应急切换这样一个准备的这样一个工作 各号注意 对接 所底完成 神舟13号 神舟13号 报告 记者在现场看到 由于失众的影响 航天员行动速度变得缓慢 这也给他们的工作增加了一定困难 使他们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当天上午9点多 三位航天员打开了一道道舱门 于9点58分进入了天河核心舱 这天下午 他们还要在核心舱中进行舱内状态设置等工作 第二句话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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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nivel在叛盘中逐尾心舱内患